又到年尾了 我們香港的聖誕節新年 西力新年 農曆新年 一起來的了 到處都會見到裝飾 火樹銀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楊二王之文像 永帝得父上係 考夏浩之遺訓 忠恩舟之典祭 採秦漢之舊兒 兆元正之家惠 於是先其戒士 縱觀穩斥 萬國咸亨 各以其跡 逆逆經一 危危止極 前三朝之夜半 亭遼訪以輸光 華登若符火樹 智白之之惶惶 虎而察之 御康竹龍而照元芳 養而觀賢 若闢丹霞而鑑狗揚 成語 有些當然是很典故 找得回原句 又有故事講的 但是有些成語就不是的 又不是完全沒有典故 只是沒有什麼故事 但是也是有隱典的來源很清晰的 還有些成語就 只是在通俗的白話小說那裡找得回 那算不算沒有典故? 也不算的,小說也是隱典 但是你說故事就真的沒有什麼故事 火樹銀花故事就真的不多 但是又有別的東西看 火樹銀花整個四個字 有兩個字來自進朝 兩個字來自南朝 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先看火樹的文章 火樹在哪裡呢? 就是來自進朝 這位當時的文學家 聖傅 名字就是袁 他寫了篇符 篇符記載大年初一的朝會 要上朝 大年初一當然是隆重一點 正正正經經 在宮廷裡面 究竟大年初一 他們是做什麼呢? 這篇符就很詳細 當然也寫得很漂亮 去說那時候的情景 他就說 養兒王之文章 榮帝得乎上系 考夏侯之遺訓 忠恩周之典祭 採秦漢之舊義 兆緣正之家會 竟然是官場官方的事 天天要上朝 見皇帝見天子 講到如何讚頌歌功仲德 義王之文章 義王就是 復禧神龍 天王地王 文章就是 他們當時開始建立 管治 建立文物 典章的制度 然後有 就是榮帝得乎上系 當然 不是只賺那麼遠 皇帝本身也有家族 當然要由頭到尾 爭取他們 祖先很多代 上系就是這樣 所以要榮帝得 榮帝得到什麼 就要由祖先 開始賺到到現在 考夏侯之遺訓 夏侯氏 自從夏朝 開始 才有 帝王家族 要細閘下去 所以又要搬出來 襯托 現在 皇帝管治下 的 晉朝 有多厲害 然後 中恩州之典制 採秦漢之舊義 除了 除了周代 復興周禮 還有 尤其是漢朝 漢也是一個 很標準的 政治上的參考標準 少元政之家回 少即是 開始 今次 元政之家回 因為大年初一 原本就是元旦 到什麼時候才變成 現在我們西曆 聽說是民國的事 所以大年初一 現在就不叫元旦 因為免得混亂 後面繼續記載 於是 仙旗皆是 眾官尹斥 萬國咸鏗 國耳其職 逆逆驚禹 就危危止極 這裡開始描寫 每個高官 全部帶人物 就要準備 逢這些隆重的節日 就一定有些祭禮的 既然有這些 就當然要 齋戒目玉 不少得了 所以 先祺皆是 然後 眾官尹斥 斥就是 命令朝書 皇帝 拿到皇帝命令 要怎樣做 萬國咸鏗 當然 你的國是威 就周圍 所謂萬國 周圍 那些國仔都要 派人過來 一起慶祝 參加你 這麼隆重的典禮 國耳其職 國耳其職 不用解釋 描寫各個大小官 全部都要做那份事務 一起合作 逆逆驚禹 逆驚禹 逆驚禹 就是公敬 整齊 很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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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舉辦這個典禮 然後 藝藝止極 藝就是高的意思 簡單來說 就是皇帝的宮殿 皇帝的宮殿 總之是高的 又整齊 又隆重 又莊嚴 又高的宮殿 前三朝之夜半停留,晃已曙光,华登若符火樹,至白之之王王 典禮準備走水 前三朝之夜半停留,晃已曙光 典禮有很多庭院,庭院的寮是火把的光會搖 晃已曙光 在這裏搖,便會把光放出來 華登,其實華是通過花字的,可以讀花燈 隨便吧,意思是一樣的,都是漂亮的燈,花燈,若符火樹 花燈掛上樹,掛到很高 你不用理會那些花燈掛上樹,令樹好像火光那麼大 很光的樹,還是根本就沒有樹 你隨便掛上樹,掛到遠望下去,好像一棵樹發光 據成語,火樹,銀花的火樹就是這個火樹 就是大年初一,宮殿準備祭祀,大師裝飾那時候 那些花燈多得很風盛,很隆盛,又隆盛,又莊盛,又光的 光到怎樣?後面有說 智白之之王王,智就是解火王的意思 白之之王王,王王就是明亮,叫白之之輝王 白之之是燈來的 原本這些燈,哪有100支那麼誇張 原本好像5支,7支那樣 誰知就越變越大 去到晉朝已經有這個,白之燈 虎而察之,虎,上面看下去 即是琴高了,看下去 虎而察之,如抗竹龍而,趙元芳 由高處看下去,這個比喻厲害 好像一條龍,這條竹龍,還不是一般的龍 山海經有說竹龍是什麼 這條龍當然全身都是火的,很光的 這條龍張開眼睛就是白天 去到最後晚上就是晚上,光到這樣 照得很遠 曠竹龍照得怎樣?照圓方 圓這個字本身是黑的意思 將黑的地方都照亮了 養而觀焰 這樣就是養 若披丹霞而鑑狗羊 丹霞,丹就是紅色 沒有這樣的色彩 紅色色彩,披著紅色色彩 而鑑狗羊 披著紅色色彩,但狗羊在哪裡? 日出的地方就是九陽 天和地是有個邊緣的 地是有個盡頭邊緣的 太陽就在那裡升起 所以由頭到尾,這些描寫 就是講到有幾光了 日出前,天還沒光,太陽還沒出來 都已經這麼隆重 整個宮廷照得這麼光 火神都來了 綠蓮水開,銀花樹落 衛星光臣,請彼沉默 還有銀花 銀花在梁的簡文帝上寫了幾句名文 就是贊彌陀佛的 蓮花這家東西 稍微聽過關於佛經的東西 你都知道蓮花是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 就是彌陀佛 要救世俗的人 那時候水裡開滿了蓮花 那天就會掉些銀花 那些樹就會掉些銀花 總之整個情景就是 又蓮花又是又銀花 一個很莊嚴的美景 原本的巨很短 而且很熟悉 好像在佛寺也會看到類似的巨子 所以這個就是銀花 之前那篇有火樹 火樹和銀花加起來 通常都是節慶時候 你才看到的 那種燈火通明 很燦爛的景象 當然也是晚上看到 豐富馬 所以請看到 我要壽定檄 外面那種顛簣 在毛汽車上 幾乎 日本話 替衝動 坐下 以外 堅著 好 兩 外面 另一 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